最近这个美丽岛电子报 另外做了一个民调就是 国民党民进党相对好感度 你会发现 国民党的这个反感度 其实是增加的 你看 绿色这一块是 先看国民党 G1是对国民党有很好感 而且同时对民进党反感 这个是很极端 这个我们称它为深蓝 然后慢慢的色块越来越浅 对不对 那你看 G1到G3是对国民党的好感 高于民进党的 你看深蓝浅蓝 这个已经快变成淡蓝色 天空蓝了 好 再来看第四个 9.4 7.9 G4是对两党都有好感 这个算勉强算中间选民好了 G5是对国民党民进党都五感的 这个叫五感选民 G6对两党都反感 而且强度相同的 这个叫做酸民 愤怒鸟世代 都不喜欢的 都不愤怒鸟世代 对不对 都不喜欢 反正只要是政党 我都不喜欢的 好 再来看这三个 第七个是 7到94 对民进党好感高于国民党强度递增 这一个15.8的是 对民进党很有好感 而同时对国民党很反感的 这个叫深绿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比最极端的深蓝跟深绿 其实 国民党的反感度 是远比民进党高 这个还蛮有趣 这个当然是支持度 当然这一题就问到 我觉得这个是在帮侯友谊解套 就是说你认为侯友谊代职参选 算不算落跑 52.8 不算落跑 然后33.7 算落跑 所以余将军 你怎么看这个民调 国民党去年选完的时候 他的政党支持度 其实是高于民进党 现在只不过不到三个月 马上往下掉了 这跟他们自己的内耗有 绝对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当时2022选完 大家哇 国民党的风起了 深蓝的风起来了 所以大家觉得 随便放个人去选都会上 可是发现国民党的这个DNA里面 那个内斗改不掉 开始发现有好处了 郭台铭来了 侯友谊开始扭令了 然后朱立伦开始拿翘了 但连小鸡都耐不住了 对不对 台北市八仙过海的 这个说法盛销成上 可是就有几区 没有人要堕海啊 对不对 难选的都没人要去 好选的抢破头 所以大家对于国民党 这种内斗的方式 内斗的感觉又来了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对不对 就讨厌嘛 就讨厌 所以一直往下掉 那么我讲 对于侯友谊这个 是不是落跑之说 我有两个方向来解读 第一个 认为你不算落跑 不见得你会是一个好总统 我只是针对说 你是不是落跑 来解读这件事 对他已经当了 12年的副市长 然后怎么这样 不算落跑 那你再问他 那他会不会是个好总统 问号 所以未必会支持他 对对 我只是针对说 你是不是落跑来表态 并没有代表说 你是不是一个好总统 而表态 我觉得这是两个 不一样的问题 就跟那个 不统 不武 不独 这当时是谁讲的 马英九讲的 马英九选总统说 我不统 不独 不武 现在马英九 这自己在自己打脸 不同 你还不同吗 他没有说不同 他现在不同 已经改成不排除统一 对对 不排除统 简称也是叫不同 简是不同 不排除 没有不要同 然后不独是不可能独立 对 我觉得 马英九当时的 不同 不独不武 现在只剩一个不武 那不武 民进党也不武 全台湾都不武 没有人要打仗 不武 可是不武的 达成方式是什么 一个用贵的 对 一个是挺身起来 捍卫自己 这是两个不武的绝对点 所以同样的不武有两种表态 那么不独 我觉得这个不独更要改变了 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我变台独 我说我不是台独 我是支持 现在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 这就是我支持的 那么请问 支持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 在于中国共产党 在于习近平来讲 就是独啊 这叫华独 这就是华独 这就是独 那么你那些说不独的人 请问你坚不坚持守住现状 现在中华民国是独立的 在台湾 坚不坚持 坚持你跟我一样 你是独 所以说现在独假议题 不武有两种选择 一个用贵的 一个奋起来抵抗 这两种 那统不用讲了 现在统已经很明白了 共产党认同的就是统 就是统 你只要不认同的统 你就是独 所以说这一点 侯友宜最麻烦就是这一点 侯友宜现在只是针对说 你有没有落跑 表态说可以 你可以选不要 那请问 中华民国的未来是什么 是统还是保持现状 保持现状就是毒 你有没有表态 他跟你说 喝喝做的 我们就做好现在 那就是毒 那就是毒 那你就跟国民党的 核心价值不一样 国民党是说 我不能放弃 广大的秋海糖业 锦绣江山都是我的 未来谁统谁不要紧 我们只要和平统一就好 这是国民党的想法 国民党就讲 我们的疆界 包含了中国大陆 这就是统 这就是统 侯友宜 你到底是赞成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就是毒 还是要赞成 国民党那种 所谓大一统的中国 所以你必然要经过表态 所以侯友宜 他只是过了第一关 你是不是落跑 那至于说 中华民国的方向在哪里 呵呵做事 呵呵搞现状 呵呵探极 这已经讲不过去了 所以侯友宜面临的 不是你有没有落跑 而是你要把台湾 带到什么地方去 你的总统的政见是什么 你总统的方向是什么 这才重要 那如果说没有 我就是维持现状 那完了 深蓝跑光了 刚刚晃哥表示 那30%左右的深蓝 全部跑光 13% 13%全部跑光 为什么 哎呀搞了半天 你就是李登辉在世嘛 搞了半天 你就是李登辉的徒弟嘛 那深蓝跑光了 国民党怎么选 所以国民党真正考虑 就在这里 最声量最高的人 忠心思想不明确 声量最高的人 只管呵呵做台湾 最近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2月17到18 这个题目很特殊 对三位可能的候选人 赖清德 侯友渝 郭台铭 统独立场主观认知 结果发现 赖清德最独 然后侯友渝站中间 郭台铭最统 对如果我们用光谱来看的话 偏向这一边的 基本上都倾向于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宁可这样做警示啦 不要掉入那个提问的陷阱 说要改变现象要独立 简单来讲 认为台湾跟中国一边一国 我宁可拼了 就靠这边 认为两岸一家亲 台湾自古是中国一部分 九二共识就靠这边 中间就维持现状 其实民进党的政策 基本上是中间靠这边 一点点 这个当然就是 我们要做勇敢的台湾人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台湾独立嘛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赖清德 基本上是属于台湾主体性 这个本土化 所以呢靠这一边 囊括了多数人的支持度 你看 永远维持下 因为赖清德也有讲 他会呢 当上总统的话 他会继续走 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所以说这也是维持现状 当然过去赖清德说呢 他是一个什么 台独工作者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所以呢赖清德 给大家的形象是守护台湾主钱 我们要做勇敢的台湾人 侯友宜因为呢 什么都不会说 什么也都不表示 我认为他是两岸关系的草包 好好做事情 好好维持现状 英文都是好好啊 所以大家对他印象呢 其实啊 与其说在中间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是个问号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嘛 属于这个还是这个 因为你模拟两个 目前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不要做强国的棋子 后来这句话再也不讲了 没错 啊郭台铭最有趣啊 两岸统一的 他占最高 他是属于囊括呢 右边这一块 就是呢 走向统一啦 九二共识啊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呢 郭台铭最近讲什么 郭台铭会讲 我们不要跟美国买武器啊 否则呢会被骤嘛 或是呢 他的身家财产都在中国 所以富士康就是一个 特大号的人质 你吃人嘴软啊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啊 你的这些资产在中国 除非郭台铭现在宣誓啊 我相信啊 他有做一个宣誓哦 两个宣誓 大概就跑到这边来 第一个 台湾缺蛋是不是 有你农场的蛋啊 大概无限来取 好不好 不然一颗20块啊 现在都跟全家一样 立刻获得民心 你会不会愿意 第二是呢 我郭台铭 从今天就宣布 放弃所有的中国资产 中共共产党那些厂 你要的话就拿去吧 或是呢 我要把所有的东西 净身出户 带回来台湾 我跟你讲 我就支持郭台铭 你要他的命啊 因为几率很低嘛 凡事都有逻辑的可能嘛 彗星撞地球 跟佛祖显灵的几率 是一样高的 就是跟郭台铭呢 基本上会放弃啊 中国的资产的几率 是一样高的嘛 所以从这个民调之后 因为现在民调很多 有数字的 有支持度的 但是呢 为什么要做统独这个 我跟各位做一个 结论跟报告 地方选举啊 民进党可能会输啊 可能有人说要下架民进党啊 仇视民进党等等啊 但是在总统大选之中啊 有一题 有一个很重要的立场原则问题 是不可能逃避的啦 叫什么 叫两岸关系 不论是郭台铭 不论是侯宜 郭台铭基本上讲了一大堆啊 这个宜美论啊 或是呢 亲中言论啊 侯宜如果出现的话 你一定会被他质疑一个问题是 你认为两岸关系是什么 你就不可能一直跳针 在讲 好好做两岸关系 好好交流啦 好好做行李啦 有些人都会问不可能 你不问 记者没问 晃哥跟我跟小芳一定会问啊 好 其实这个民调 这个节骨眼座 只能说是对于过去的印象 因为 第一个 他们三个都还没有变成正式的候选人嘛 第二个就是说 还没有进入总统选战 所以都还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表态 但这个问题将来在选总统的路上 是一定逃不掉的